大国外交最前线 大家好 我是康辉 我现在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这两天只有到了人民大会堂 你才能强烈地感受到 什么叫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今天晚上 习近平主席夫妇将在人民大会堂的 二层大宴会厅 为这次应邀来华出席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 中非合作论坛的非方成员领导人 有关非洲地区组织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等 举行欢迎宴会 现在欢迎宴会的各项准备工作 正在进行当中 在晚宴开始前 习近平主席夫妇和这些贵宾们 将会留下继六年前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之后 又一张中非友好大家庭的珍贵的合影 合影的背景是一个长城的苏绣屏风 合影结束之后 屏风会缓缓地打开 习近平主席夫妇和这些国际贵宾 会沿着这条红毯前往宴会厅 而当他们向前走的时候 眼前会给他们一个小惊喜 他们会看到很多可爱的孩子 这些孩子是来自宋庆龄和平天使艺术团的 将近二百名中国的少年儿童 我们首先看到在这个台阶上呢 孩子们身着盛装 手中挥舞着中国的国旗和非洲国家的国旗 特别注意到女孩子们 她们的服饰特别有特点 你好 你们今天穿的这个裙子是什么 我们穿的是中国传统服装马面裙 马面裙是这几年国潮顶流 既有中国的传统韵味又特别时尚对不对 今天你们要表演的节目是什么 第一首歌是把未来点亮 第二首歌是非洲的歌曲 Waka Waka 第三首歌是歌声与微笑 既有中国的歌曲又有非洲的歌曲 好的 那晚上你们好好表现 好吧 我们还看到这边很多的孩子呢 身着着中国的少数民族的传统服饰 特别的热烈欢快 你们好 听到鼓声没有 我们看到这边还有很多孩子 是身着着非洲的传统服饰 而且他们打起来的是非洲鼓 我们知道非洲鼓是特别有特点的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鼓 大家认识不认识 这个非洲鼓的名字是什么 叫什么 金贝鼓 金贝鼓 对 那你们表演的这个曲目有没有一些特点 有 它比较有畸形 比较 速度会比较快一些 那给我们演示一下好不好 好 大家一起来吧 在现场我们看到除了非洲鼓之外 还有很多非洲的传统的乐器 我想孩子们真挚的笑脸 这节奏动感的鼓点 还有动人的歌声 这不正是对于本次中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携手推进现代化 共筑高水平中飞命运共同题主题最好的诠释吗 加油孩子们 晚上看你们表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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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